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帝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究竟我们的本相是什么 原来上帝按着祂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男人女人 并且将性格作为最宝贵 最独特的礼物送给了我们 看懂神对你我的特殊设计 认识和接纳真实的自我 才能找到上帝为你我良生定做的 意向使命和命令 这里是台湾十家电视台 你所收看的节目是 性格管理学的你真的很正常 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今天我们是第29集 当明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同心合意是争辩出来的结果 同心合意是争辩出来的结果 争辩就是一个冲突的开始了 为什么要争 为什么要变呢 我们在许多的关系上面 华人有一个观点叫做 以和为贵 家和万事心 我们很害怕有所谓的冲突 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一味的忍让 一味的退让这样 那这好像就是华人的谦虚跟美德 可是大家心里面就真的谦虚了吗 就真的里让了吗 没有 是外在的 里面其实是很不舒服的 是很不想让的 可是大家都要压抑跟忍耐 免得就被人家说 贴上一个标签 说你是喜欢制造问题的 老是惹事生悲 老是制造冲突 所以好像有话不能直讲 因此家里面的团体 社会里面的团体 教会里面的团队 其实大家都是表面的以和为贵 事实上大家的关系真的好吗 事实上大家真的同心合意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如果来思考 冲突这一个概念 我们就要知道 冲突并不是只是负面的意义 负面的的确它会带来迫害性 迫害关系 迫害氛围 破坏凝聚力 这叫做破坏性的冲突 对 大部分的破坏 大部分的冲突都带来的是破坏 关系的破坏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华人 在彼此之间的互动 跟合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良性冲突 建设性冲突的概念 所以我们不知道 怎么去跟对方 可以敞开来有话直说 可以敞开来 可以谈心 可以说地 可以你浓我浓的到这样的地步 可以有话直说 为什么 因为你信任我 我也信任你 因此当我们只在意自己的时候 只坚持是非对错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到所谓的破坏性冲突了 每一个人各持己见 我不管 我就是坚持 就是做个决定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 其中有一个同工 他就突然之间就说了这一句话了 他说各位很抱歉 这件事情牵扯到我个人的专业 所以我没办法让步 我坚持这个案子必须按照我所建议的来通过 他这个话一讲我坚持 另外一个比较资深年长的同工 就拍桌子 桌子一拍暂体来说 如果你要坚持 那我们还开什么会 如果每一个人提案都说坚持 那我们还要开什么会 大家就坚持各自了就好了 各位这桌子一拍气氛就不对了 气氛就不对了 好像这个关系就破坏了 现场整个的会议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了 就开始有人会跳出来做仲介做和事劳 好好我们都不要生气 我们好好讲我们慢慢讲 大家好像就真的就暂时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 OK这件案子就是延后在意吧 OK各位这就真的是同心合意了吗 不太可能对不对 好因此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什么 什么叫做建设性的冲突 什么是建设性的冲突 如果我们双方彼此 我们都能够你懂我我懂你 我懂自己我知己我也知彼 我们知道怎么样看自己 也知道怎么样看对方 这从了解到理解到谅解 这是我们前面课程特别特别说出来的 我们从性格辨识 我们认识了性格 我们也理解了性格的内在的动机 跟内在的感受 因此我们就可以进入到 我可以因为从了解你 到理解你的性格 所以你的性格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什么样的反应 我都能够理解 我也能够谅解你这样的表达 那样的表达 或者你有所坚持 我谅解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能够包容你 我能够成全你 我也知道怎么样跟你好好的对话 大家就可以不用惹动情绪 各位当我们不再只是 旧事论事 而是旧性格来论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跳脱非常多的 所谓的人身攻击的用词跟前句了 无形当中一种 建设性的冲突就出现了 什么意思建设性的冲突呢 我稍微在这里先点一下 后面我们再来详细解释 比如说你是外向的 我是内向的 所以你很急着要讨论 很急着要做决定 但是我们偏内向的人呢 我们觉得要按部就班 要讨论清楚 说清楚讲明白之后 还要再做沟通协调 最后达成共识才能做决定 是不是就一个冲突的存在 或者你是理性就事论事的 我是感性的 所以我会顾及 大多数相关人的感受跟反应 没有对错的问题 但是光是内向外向 理性感性 是不是就有所谓的 违和感的冲突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 看不到这个内在的 性格特质性格本质的存在 通常都会进入到 这个破坏性的冲突的一个对话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这一个冲突的一个角度 一个主题 我们就必须要来看见 表面上的以和为贵 表面上的这个家和万事心 它可能好像平安无事相安无事 对不对 各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家庭可能就像一座冰山 我们的确也知道很多的家庭 是直接是杠起来的 直接是冲突的 甚至有暴力倾向在这个家庭当中 所以感觉上这个家庭是一座火山 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充满了冲突 所以无论你们家的关系 如同一个火山一样随着会爆炸 大家都是有话直讲 情绪来的就不会客气了 你跟我争我就跟你变 你伤我我就伤你 我们大家都不客气的 为什么 因为性格就是这么急就是这么糟 所以他可以控制不好他的情绪 彼此之间如果没有了解理解 谅解的一个学习 其实真的是很难自我管理 性格管理的 家庭的关系表面上不错的话 好像也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可是他们可能之间呢 都不需要有话直说 也不习惯有话直说 更不习惯敞开来说 所以爸爸妈妈问孩子 最近怎么样啊 孩子都这回答 还好啊没事啊 真的还好吗 真的啦 你不要问啊很烦 感觉没什么冲突 但是那个关系呢 如同冰山一般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请问你希望你家 是像火山一样的氛围吗 不喜欢这样的一个 有话直讲的一个冲突的感觉 然而你希望你们家 像冰山一样吗 大家都不想要敞开 因为觉得多说无意 然后说了好像也很无聊 所以说不小心大家又冲突了 所以这就是两个一个 极端的一个家庭的现象 在我自己那么多年的牧会里面 其实弟兄姐妹的家庭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的家庭就是这样子 我说的火山的家庭 有一个弟兄 这几年他学了性格观学之后 他自己翻新跟接讨 他天生是领袖性格 他说过去我真的不知道 我给我家人这么大的压力 他是领袖性格 他太太是亲切性格 他的儿子是表达性格 他的女儿是分析性格 他们家刚好四种性格都有 孩子还小的时候 都好像相安无事 老婆就比较压抑的耐了 两个孩子就怕爸爸 就是权威性的人物 慢慢孩子长大了 进入到高中大学的这几年 他就发觉不是那回事了 怎么会是这样 还好他开始学了性格管理学 他自己在孩子的面前 跟他们道歉认错 爸爸过去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好爸爸 没想到因为我性格的关系 我不讲话 你们就已经很紧张很有压力了 我一讲话你们就会发抖 我现在才知道 实在是很抱歉 他也跟他太太抱歉 因为他太太在这个课程里面的分享 他就说我过去跟我先生 真的不知道怎么相处 因为我跟他沟通事情 我打电话跟他说一下 家里发生的状况 孩子的状况 这个他总是回答什么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的重点是什么 那你要我怎么办 你要我做什么 他就只说这几句话 然后呢 然后呢 老师要太太说重点 他太太就真的很有压力 每次必须跟先生沟通的时候 压力就极大 所以这是他们现在提出来的见证 但是现在这个姊妹却说 我的弟兄真的变了 系维管理学真的让我们 看懂了自己的性格 也看懂了孩子的性格 所以现在呢 爸爸请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以前是他会开口 把聚集的目的讲出来 然后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大家都没意见 他就觉得很好沟通 顺服就必蒙福 现在他学了性格管理学 知道了自己的性格 也知道孩子跟太太的性格 所以他说 他都是最后一个做结论的 他不会多先说前言 他会只是说 我们需要讨论一件事情 爸爸需要先听听看 你们的意见 所以孩子先说 说完的时候 太太说 太太说完的时候 他的结论居然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妈妈 我们应该尊重妈妈 所以我们 我觉得按着妈妈所提供的 最后那一个建议跟看法 你们觉得可不可以接受 没有关系 你们还是可以表达 孩子也因为爸爸 整个的态度的改变 所以就都整个的默契 全家的关系 都已经开始改变了 所以从一个火山的家庭 变成一个有温度的家庭 而不是一个冰山的家庭 过去 爸爸如果一脾气上来 就是我山的家庭 爸爸如果不讲话的时候 全家就是一个冰山的家庭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在这一次的主题的里面 来认识我们怎么样预防家庭关系 产生破坏性的冲突 但是我们也可以去学习 营造家庭关系的一个 建设性的冲突 良性的冲突 让大家是可以沟通的 是可以敞开的 而且是可以彼此尊重的 就当作是感受的抒发吧 还记得吗 感受的抒发 感受就是感受 感受没有对跟错 感受都被 需要被尊重和被接受 所以每一个人在分享的时候 在表达的时候 其他人都不可以多说 也不可以据点 更不要解释 也不要解决任何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到 面对冲突的时候 其实圣经有给我们 解决的一个方案 或者智慧 在起初神创造 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 就已经设计好伊甸园了 伊甸园设计好的时候 神造的亚当 又用亚当的肋骨造的夏娃 这是亚当的股中的股 肉中的肉 所以他们成为家庭 这家庭的开始是神所设立的 神设立的家庭 他们就很需要面对一件事情 叫做彼此的关系 所以这个关系就从这里开始了 起初只有亚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现在有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等他们未来生养众多的时候 就有亲子的关系 人类蔓延出来之后 就有所谓的人际关系 所以关系是圣经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有了关系就必须要谈到爱 但是人又不懂得爱 所以最后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 把爱给彰显了出来 让我们可以看得见 也可以效仿耶稣基督的爱 和天父上帝的爱 在家庭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 我问过教会的儿童们 这个问题 我是中立进行会 儿童牧区的儿童牧师 我问一个 这个叫脑筋急转的问题 就是说 在人类历史当中 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请问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OK 好想一想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你可能想到是 那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好像1945年 还是19几年的时候发生 对不对 各位我的答案不是 我的答案是 人类第一个世界大战 是亚当跟夏娃第一次 有口角冲突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为什么 因为全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 这才叫全世界 当年的那个世界大战 很多人都没有参与 只是整个许多的国家 就在战争之中了 亚当夏娃在口角冲突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有了这个冲突之后 接下来延伸出来是什么问题 所以你就发现了 这就牵扯到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跟生命树果子了 神照亚当夏娃把他们 安置在伊甸园里面 告诉他们说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 你们都可以吃 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你们不可以吃 你们吃的那日子必定死 什么死 关系死了 灵性也死了 所以亚当夏娃的灵性 又出了问题了 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 出了问题了 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也出了问题了 因为最进入了生命 最进入了这个世界了 各位 因此我们如果处理 冲突的属灵原则呢 面对冲突发生了 或者怎么去先避免 冲突的发生 万一冲突真的发生了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各位原则就在伊甸园里面 神安置了这个分别善恶树 跟生命树的果子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特别吩咐他们说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 也就是说 不要刻意的要去分别善恶 就是不要刻意的去分辨谁对谁错 为什么神分为他们不可吃 因为人经不起分别善恶这件事情 你我对于分别善恶一定觉得 那不就是人应该学习了吗 我们要孩子到学校去上学 要孩子到学校去求知识求学问 岂不是为了能够分别善恶吗 分别善恶不对吗 分别善恶不好吗 不是不对不是不好 因为这件事情是牵带着罪性而来道 这个牵的牵连着罪性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分别善恶总是我善你恶 总是我对你错 各位 这个我善你恶我对你错 这个才造成冲突的开始 这个就是神给人自由意志 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决定 你要选择分别善恶数还是选择生命数 亚当西娃选择了分别善恶数 所以就开始了你对我错了 我对你错了 这个冲突就开始了 因此当上帝出现寻找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他们躲起来了 突然发现分别善恶眼睛明亮 就发现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是裸体 都开始有了所谓的羞耻心 否则在这之前 并不需要所谓的羞耻心 是那么单纯的良善 分别善恶一来 很多的那种情欲的感受就出现了 所以他们羞耻心就来了 因此用了五花果树的叶子 就遮蔽了这个应该遮蔽的地方了 所以上帝出现寻找说 亚当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说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吃了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吃生肉体我不辨见你 上帝一听就知道了 难道你吃了那分别善恶素的果子吗 亚当说什么 亚当马上把责任推给了夏娃 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 上帝就问了夏娃 你做了什么事啊 夏娃说什么 是那个蛇诱拐我吃的 各位你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分辨善恶 是非对错 但是总是错不在我 不能怪我都是他 即便我有错也是你害的 他们只是不好意思说 上帝你为什么要造蛇 上帝你为什么要造分辨善恶素 只是不敢说而已 可是心里面可能就有 这样的意念就出来了 总之把责任怪到别人的身上 就对了各位 这就是分辨善恶 如今这个余毒 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今我们仍然领受的自由意志 你一样可以选择 每一次有所谓的要冲突 或者冲突之后 你一样可以选择 你是要吃生病素 还是要吃分别的善恶素 生病素的果子 却不是这样的意义 生病素的果子是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所以虽然你有错 但是我有责任 虽然你有错 但是我愿意先给你道歉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好榜样 或者因为我们有为你守望 因为我们有事实提出 一个忠顾或提醒 所以我有责任 各位这是生命树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两户人家就是左右灵色 上一代大家关系建立很好 真的是老邻居了 可是这两家的关系呢 两家内部的关系 却南渊北侧 那这个第一户呢 第一户这个人家 他们家的关系 就是有话直说的 叫做火山家庭 这个火山家庭 有话直说 所以孩子建立也长大了 第二代长大了 然后也结婚生子了 所以这时候是 这两家都是三代同堂 所以第一家呢 他们家常常发生的情境呢 就是任何状况发生了 你就会听到他们讲话的 讲什么话呢 这是谁做的 到底是谁 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是谁把东西放在这的 害我踩到 害我跌倒 到底是谁 你最好出来给我负责任 你要跟我道歉 都是你害的 这个家庭常常就在分别三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他们就是这样子 有话直说 你要吵我就跟你吵啊 我奉陪到底嘛 你讲话很伤 我加倍奉还啊 各位 这一个家庭呢 他们就时常耳闻 隔壁的老邻居的家庭 却跟他们家是不一样的 隔壁家的孩子也长大了 也起居生子三代同堂 所以呢 第一家的家庭的媳妇 娶进来的媳妇 就很好奇 为什么我老公的家庭 老是充满了纷争 老是这个讲话呢 都是那么大小声 老是都是带着情绪对话 所以他真的很受不了 他也很好奇 那为什么隔壁不是这样啊 听不到他们这样的 一个大小声说话 常常就是看到他们彼此 和颜悦色 有一天他很好奇 就在他们家 院子种的一棵树上 因为他要修剪那棵树 所以就爬到那棵树 一爬上去就可以看到隔壁 因为就一个围墙嘛 他就可以看到隔壁家庭了嘛 他就看到那一个活生生的一幕 发现了 他看到隔壁家的这个老爷爷 就坐在这个树下乘梁 有一个摇椅 他就在那摇来摇去 然后他就看到说 他们家的媳妇 从里面端了一个盆子出来 盆子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水煮蛋 所以他在剥壳 剥那个蛋的蛋壳这样子 他就拿出来 大概也比较凉快吧 顺便还可以跟这个公公聊聊天 他就看了这个情境 他就好羡慕 突然就听到了 他们家的那个婆婆在里面喊 媳妇儿 媳妇儿 进来帮忙一下 我需要你帮忙 进来一下 媳妇儿马上说 好妈我进来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蛋 就留在地上 留在原地地上 所以他就手拍一拍 他就进度到里面去了 妈妈我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的先生提早回家 打开外面的家门 一进来 就急冲通的 要往这个房子里面进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赶着上厕所 太急了 所以动作呢太快了 所以他三步两步 就当他看到地上那一盆水煮蛋的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停下来了 一脚就踩下去就踩翻了 这一踩翻 他就赶快跳起来说 哎呀糟糕 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看 他不是怪别人喔 哎呀真糟糕 我怎么不小心这么大意 踩翻了 哎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啊 他自然而然就这么讲话了 他没有跟谁讲话 他没有跟谁讲话 可是坐在旁边的老爸爸 从小椅上起来说 儿子啊这怎么能怪你啊 这要怪爸爸啊 爸爸刚才就看到蛋在地上 我心里面还在想 这个蛋不赶快拿起来 待会不小心踩到了就不好了 我想归想 还没有站起来 你就进来了 所以是爸爸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啊 儿子 讲到这里媳妇也出来了 因为听到老公哎呀一声 媳妇也出来了 听到老公讲 听到这个公公讲 媳妇也说了 怎么可以怪你们两位呢 这应该怪我 是我哦 我放在地上的 我其实刚刚要起来到厨房 我就应该端进去的 抱歉抱歉 爸爸老公 抱歉抱歉 都是我造成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婆婆这时候也出来在旁边了 婆婆也说话了 好你们都不要说了 都是我都是我 我如果可以自己做 我就自己做了 我就想把媳妇叫进来 想要跟她一起做事 一起聊天 我太爱我媳妇了 所以不能怪你 要怪我 各位你看到这两个家庭的差别了吗 一个家庭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 一个家庭天天在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 各位这是一种选择 这与性格无关 这是一种选择 你选择生命树吗 还是你选择仍然像亚当夏娃当年一样 有选择的时候 他们仍然选择了分别三个树 我要让大家去接受一个概念 就是同心合意是争辩出来的结果 这个概念是我有一天看一篇文章 这个标题就是这一句话 同心合意是争辩出来的结果 是冲突的结果 哇我很压抑喔 很好奇的看里面 原来是一个华人写的 他说他有认识几个以色列的朋友 那他们在美国一起共事多年 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 然后这个朋友就回到了以色列 所以这个朋友要结婚了 所以就找了这个好朋友 华人的朋友 就到以色列准备参与他的整个婚 婚礼的一个筹备跟婚礼的一个过程 他就是他一个重要的宾客 好各位他参加了他们有一回 男女双方的家族一起来筹备 讨论这个婚事要怎么样进行了各样的细节 他发觉他们很慎重看重这件事情 两方家族有影响力的人 想要参与的人都到齐了 OK如果你没有参与 你有事不能参与 那是你放弃了这个参与的权利 你不能有任何的意见跟后面再讲任何的话语 原来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就是同心合意是他们要的 但是这个同心合意一定是有话直说 争辩协调最后 沟通产生共识 有了共识之后呢 就不可以再有任何人有后面的话了 这就是同心合意产生的结果 所以那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男方尊重女方 邀请女方 逐个的先提出他们女方的期待 女方有任何的期待跟要求 如果是传统的这都没有问题 彼此之间都能接受 但是家族有特殊的要求了就可以提出来 女方提出来之后 女方提的过程当中 男方没有人多讲一句话 这叫尊重 这叫尊重 不要打岔 即便你很不能接受 即便很夸张 都要让对方先充分的表达 表达完之后 换男方依序的也提出了 已经 这时候女方也没有任何人 突然之间说 我不太能接受你的看法 一样是尊重 双方都表达了一轮之后 中间就有一个人是有点像主持人一样 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引导双方家族说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来协调吧 没想到以色列一进入到协调呢 男方先主动说话了 因为是男方先主动说话 表示诚意嘛 他说刚刚听的女方 希望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接受 所以我们男方这边 本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期待 我们可以把它取消 没有关系 我们愿意尊重女方 男方一释出这个善意 换女方也释出善意了 OK 这中间还有一个阶段 我漏掉了是重点 就是第二阶段应该是 充分的他们就做出辩论 男方主持人请 男方先说了 有什么是女方刚才提出来的 你们不太能够理解的 不太能够理解想要理解的 所以就由这个女方做出说明了 同样的女方也提出疑惑问题 不能理解的地方 换男方做出说明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争辩了 就是沟通的过程 一个争辩沟通的过程 就是大家可以充分的去表达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它对我们很重要 然后双方充分的沟通 充分的表达 你知道那个华人 记录到这里的时候 他说当时我的感觉是 他们似乎要吵架 甚至要打起来了 似乎要打起来了 但是他们个人的这个论点 都很客观 这样只是他们 这个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所以这个华人在当下 他真的有点紧张 正在担忧 他们最后会不会冲突 然后就取消婚约 结果没有想到 第二阶段讲完之后 主持人说请问 还有没有想要说的 如果没有 我们进入到第三阶段协调 请问双方哪一方 愿意让步的地方 男方主动先提出 我方愿意什么地方让步 女方一听也说 我女方愿意什么地方让步 然后彼此之间就各自有各让的 各让一步之处 那最后再把决议 主持人再说出来了 那我们最后的决议是这样 请问双方有没有意见 有意见现在提出来 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以此为共识 有了这个共识以后 双方再也不能有任何人要补充 或是有后话 回到家里面 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大家都懂 各位 这就是这个华人在当时 很震撼的一件事 在华人社会 我们没有不可能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文化 这种理念 就是要尊重 跟充分的沟通 我们就觉得 那个充分的沟通 好像是一个冲突 好像是一个吵架 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 我们不敢充分的沟通 怎么可能坦生最后的共识 我们不敢充分的沟通 怎么可能最后有所谓的同心合意 都是表面的虚假 以何为贵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跟以色列人不同之处 所以圣经的真理 显明在我们面前 生命术 其实就应该 我们是可以敞开的 我们是像一家人一样 我们可以彼此信任 我们互相有安全感 所以我说出来 我的立场 我的讲法的时候 我不会被攻击 我也不会被嘲笑 而我们彼此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愿意主动的先让一步 各位 这就是分别三个术跟生命术 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取舍 该怎么样来解决 所以整个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冲突的例子 我们后面可以再举例来说明 在性格的里面 我们如果把性格又放进来 来看冲突这件事 就可以更具体的更客观的来看见 什么是所谓的冲突 待会后面的课程 我们一一来解析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要向你祈求 因为当我们面对所谓的人际 关系在深入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似乎会面对所谓的冲突的发生 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各有坚持的时候 各持己见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面对 我们必须要冲突了 当我们面对冲突 有了冲突之后 求祢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要进入到愤怒 以至于我们说出不当的话语 不至于让冲突 产生一种人身攻击的对话 求主祢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拣选生命树的果子 生命树的原则 我们愿意承担彼此之间 共同的责任 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对方 怪罪于对方而已 天父求祢亲自教导我们 如何从圣经的真理来看见 冲突的真相 我们献上感恩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 这个课程 对你非常有帮助 欢迎你为我们介绍 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在这节目的下方 为我们按赞订阅 并且分享出去 愿上帝赐福于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